莫沙东与中国政府在1989年达成技术转让协议,向中国提供当时最先进的基因工程重组乙肝疫苗技术,并帮助中国建立两个乙肝疫苗生产车间。 这是莫沙东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庄严承诺。 1991年,中方技术人员来到美国默克接受培训。 这张照片便是中美双方技术人员在默克西点工厂培训时的合影。 Richard Gundlach先生是乙肝疫苗技术转让项目的美方负责人。 We knew everything that was required to be trained, and we used subject matter experts from Merck to help us to train the Chinese trainees, and the Chinese trainees came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in groups, production trainees, quality control trainees, and engineering trainees。 吴阿妹,她的事业是从担任这个项目的翻译开始的。 我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等于是东西方的一个桥梁这样一个作用。 当时中方和美方是说不管从语言上,从理念上有很大很大的区别。 你怎么能来理解美方的这种理念,同时把这个理念来传递给中方。 所以当时挑战性非常非常大的。 汤生文是当时中方培训人员的领队。 有一次呢,我和甘德勒克呢,做过一次长谈。 我跟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说呢,实际上我们来合作做这个项目呢,就好像中美双方都坐着一条船上。 我们的目标就是对岸。 我们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滑到对岸去。 这才能保证项目成功。 我觉得从这次谈话了以后呢,增加了很多相互的理解。 后来我们合作得很好,后来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刘群是深圳康泰生物的设备工程师。 新婚两周,他就被委派赴美培训。 当时在默克公司的时候,很多美国工程师都很惊讶。 都是非常惊讶。 有一个工程师说,他说如果我离开家两个星期, 我老婆就跟别人跑了。 现在回想这些事情,感觉很轻松。 其实,真的在当时情况下呢, 还是这个,不堪回首可以说是。 我记得曾经几次我都拎着箱子,就想回国了。 Rich Gandalf说,我们在做这么一个伟大的项目, 我希望你们坚持到最后。 我看到Rich, 说我实在不准先走。 而那时,工程师李同的女儿才刚刚出生。 当时也没有电脑,也没有音调,也没有什么东西, 你照片也没有什么电子文档, 都是洗套片发过来。 每次想要家里的吸引是, 就拍了康尼尔照片。 我第一次见他已经三个月多。 这架首风琴, 就是当年Gong Delok先生从默克园工那里征集来的。 他伴随着刘群他们度过了那段岁月。 18个月很快过去了。 当所有的生产设备装传起运, 曾经的困难和煎熬都变成了甜蜜的回忆和全新的期待。 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老干说, Rich Gandalf,我们都叫他老干。 他说他做了首曲要唱到我们听。 他唱的里面都是我们在美国那边一年半的声音。 所以我们听了, 老干哭了, 大家在场都哭了。 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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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乐